一、李丹宁、张伟欣 李小璐李丹宁是原八一电影制片场的导演、演员 他的妻子张伟欣是演员 在影片《香烟一良家妇女》 浮出水面的影子等中有着出色的表演 父母都从事演艺事业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 女儿李小璐不满三岁就拍摄宣传片 十六岁就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李徐宅乃亮也是演员 真可谓演员之家啊 李小璐的女儿小甜心 从小就表现出了演艺天赋 如果从事这一行业 妥妥的好演员 二、关小彤 关小彤关小彤的父亲关学生是北京情书大师 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里 关小彤受习薰陶 从事了演员这一行业 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青城之恋》中的徐先生 妻子的谎言中的江天昊 他的女儿关小彤更是国内有名的童星 八岁出演电影 从此片约不断 小小年纪已经饰演了许多角色 更因多次在剧中饰演女儿这一角色 被称为国民闺女 三、如萍 希望国家一级演员 如萍塑造过多个经典角色 康熙王朝里冰雪聪明的苏玛拉姑 大宅门里温柔善良的黄春 他的女儿希望不仅长相遗传了妈妈 是个大美女 而且职业也和妈妈从事的一样 在电视剧《时来运转》中饰演小满 于无声处中饰演如何 四、杨丽心 杨乐画剧演员出身的杨丽心 因为半边楼中胡言东这一角色 而他入演视圈 拍摄过多部电视剧 精湛的演技 使其在2003年 获得了得意双新艺术家的称号 他的儿子杨乐 更是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和以生肖末中的陆远峰 匆匆那年中的陈寻 小丈夫中的陆小辈 至青春中的陈孝正等 五、刘丹 刘海威香港无线电演员刘丹 在迎平上演艺过多个经典角色 他的儿子刘海威 子承父业 进入了演艺圈 拍摄了多部电视剧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六、曾志伟 曾宝宜曾志伟 不仅是香港的知名演员 还是节目主持人 偶尔也会导演部电影 因为地位崇高被称为假门人 有个这么厉害的老爸 女儿曾宝宜自然也不会示弱 当演员 歌手 主持节目 更是凭借电视剧麻辣婆媳 获得多个奖项 七、戴春荣 郝洛凡还记得环珠格格里 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皇后吗 扮演皇后的就是戴春荣老师 戴老师的演技真是太赞了 以至于恨皇后而忽略了戴老师的美 戴老师的女儿郝洛凡 不但继承了母亲的气质与美貌 也在父母的心头下喜欢上了表演 在母亲的体鞋下 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演艺圈 在《青世皇妃》中饰演《小心肝》 门第中饰演《青阿妹》 迥人的幸福生活中饰演《寒夏》 八、宋丹丹 八图宋丹丹不仅在小品界界建树极高 也在影视界获得了巨大成功 可以说在中国 凡是看过电视的人 一定看过宋丹丹的作品 她的儿子八图也是演员 因为饰演《米月传》中的营党 被大众所熟知 九、王丽云 车小老戏古王丽云 凭借热播剧《人民的名义》 又一次被观众所称赞 这演技真的是很赞 女儿车小不仅遗传了老妈的美貌 也在老妈的心头下步入了演艺圈 在多部电视剧中 有出色的表演 天南爱情中的林雨昕 加油吧 实习生中的好你 好先生中的干净 十、杜智国 杜纯演员杜智国 参演过上百部影视剧 并且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 他的儿子杜纯 也在多部影视剧中饰演了一号 是80后演员中的成功者